大家好,今天新华社报道 中国再次破获了美国中央情报局在中国的情报网络 逮捕了美国潜伏的一名间谍 新华社报道,犯罪嫌人姓郝,1984年1月出生 郝某曾经在日本留学 在留学期间因办理赴美签证 劫持了美国驻日本大使馆的官员泰德 此后泰勒通过请客吃饭、赠送礼品等方式 逐步密切了与郝某的关系 伴随着两者的关系熟络 泰勒开始频繁请郝某帮助撰写论文 承诺支付高筹 郝某有求必应 此后泰勒在任期结束前 又将同事李军介绍给了郝某 双方继续保持合作关系 郝某留学结束时 李军亮明了CIA东京站人员身份 对郝某进行策反 要求其回国后 进入我国的核心要害单位 郝某同意这项合作 与美方签署了参谍协议 并接受美方考核和培训 此后郝某回国 按照中央情报局要求设法 进入我国某国国家部委工作 在我国境内多次与中央情报余人员秘密接头 提供我国情报换取间谍经费 国安相关机构侦查发现郝某的活动 立即依法对其展开调查 目前该犯罪嫌人已被国家安全部逮捕 这已经是本月第二起公布的 涉中央情报局电电案 实际上在月初的时候 中国就公布了驻意大利的一名嫌疑人 与美国意大利罗马站中央情报局的官员 进行了密切接触 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局长伯恩斯表示 美国方面在中国进行重建 情报网络方面取得了进展 近几个月发生一系列事件 也包括中国和美国气球门南海冲突之间 紧张局势的背景 在美国驻意大利使馆 官员塞斯密切联系之下 中国公布逮捕了郑姓嫌疑人 塞斯是原罗马 美国征情局罗马站的工作人员 郑姓也要求提供敏感军事信息 那这次逮捕的郝某是在国家部委工作 涉及的也是中国相关的机密信息 一个是军方在军方工作涉及军事信息 另一个是在 从现在中国公布的两起间谍案 可以看到中央情报局的策反方法 主要还是以糖衣炮弹为公式 利用一系列的白吃的午餐 来逐步降低策反人员的警惕性 十年前被公布的抓获的曾某 同样也是被美国驻意大利罗马站大使馆的 CIA人员用糖衣炮弹收买 部分美国驻他国的使馆 成了美国境外的情报机构 那么中央情报局也是见缝插针的能力 极其恐怖 这次案件有三个问题 第一 郝某因为赴美医院成就了CIA 对他进行拉拢 这也代表郝某个人的信息 早已在中央情报局的掌握中 美方清楚郝某的能力 所以试一次定点 定点策反 因为你首先你得有这个能力 你有了能力我才能策反 你并不是普通人 所以首先第一点 咱们中国人要记住 接触这个涉密的一些信息的人员 你大概率会被美国中央情报局盯上 对你进行策反 所以普通人你接触不到机密信息 你也没有顾虑 美国中央情局会对能接触到机密信息的人员 进行定点策反 第二是部委是国务院组织机构 这次公布的信息 实际上被策反的人员是在国务院组织机构工作 也就是国家层面的相关的机构 任职公务员 常理说进入部委的人是经过层层筛选的 被中情局策反 那么相关的在日留学生能进入中国的国家部委 背后很有可能有中情局在中国高层的受益 比如说一般的人员你想进入国家部委 没有人提拔 没有人配合 他是进不去的 所以在高层一定有中央情报局更大的情报网络 或者叫代理人 安插一些小型间谍 那他提拔上了以后收买情报 所以现在在中国的高层 国家部委层级 你像这种人员的筛选通过这个案件 我觉得再查下去能抓到大鱼 美国中情局不是那么简单的 你记住了 像这种小鱼小虾逮捕以后 你往上查是一定能查到的 那么轻松就进国家部委吗 你奔想一般人能进去吗 没有人配合 没有人疏通 所以这就是我一直在强调的 咱们中国人虽然爱国 但是你要知道 美国人中情局和有一些高层 中国有一些高层 之间的关系非常特殊 这就叫什么 叫利益集团 我之前一直在说台湾 台湾实际上也是在中国有利益集团 台湾人怎么犯事都没事 你看那上海 你看那上海 几百个亿 一点事没有 没有高层 没有上海那帮高层 能那么平稳吗 跟没事人一样 是一定是有受益 他才能进入 才能窃密 所以你要看懂背后的逻辑 非常恐怖 另外一点 美国中情局对这种小鱼小虾 也只是利用 美国真正在中国经营的是整个的一个网络 是整个的网络 覆盖高层的网络 人家美国跟中国是要降为打击你 你抓走了一条小鱼小虾 你不影响人家在中国的网络 整个网络人家还照样运作 高层有缘 所以我说这件案子 如果再查往高层查 是一定能抓到背后那条大鱼的 这就是我一直在讲的 中国人对美国人 咱们其实 对美国中央情报局 在中国很多网络 你只认为是 公开的这些信息里边 一些小鱼小虾案件 其实更多的是在高层 那么第三点可以看到 这个郝某他自身的警惕意识 其实也不够 而且被美国中情局人员 亮明身份以后 立刻就被收买了 所以基本上这个人可以看到 他对中国没有什么感情 没有什么感情 他没有对和错 没有对和错 只有只有利益 只能用金钱收买 他没有站在中国的角度 为美国服务 这种人 其实你看我节目 经常骂这种人 你看中国有很多什么历史 历史老师 历史学家 一些部委的 什么外交部的 中国一帮警察 中国警察里边有很多 你不要以为警察是抓 抓间谍的 有一些警察 我告诉你 你给钱的就给你办事 管你是哪国的 更可恶 更可恶 包括打压 打压咱们这个武统派的那帮 天天打电话找你 那帮人 背后都有人受益 这就叫利益集团 一定是人家花了钱 他去办事 所以我一直在说 你看我频道 你有了自己的世界观 就站在中国的角度来看问题 你不会被轻易收买 因为你看懂了历史的大事 而有一些人 不管怎么打压咱们 打压咱们武统派 他们最终会被扔进历史垃圾堆 那过去你想打压武统派那帮人 他们就是被利益集团收买的 你不能说武统 谁让你说武统的 我们就是要是吧 我们就是要和平解决台问题 好像看似很有理 我们要和平 他能换来和平吗 没有武统 他能换来和平吗 那这帮人是傻 要么就坏 或者更坏的 就被人收买了 人家美国借这帮人的手 来打压中国 打压武统派 最后把你中国 肢解掉 所以我说 我这个频道最重要的 就是看我频道这些人 你们脑子里有了意识形态 有了世界观 不会被美国轻易收买 最可恨的是中国有一帮人 身居高位 掌握权力 结果被人美国中央情报局就能收买 美国人用中国人的手杀中国人 用中国人的手来限制中国 限制武统派 这是最狠的 但我还是坚持 坚持我自己的理想 就是欧亚大陆一定会重新崛起 你再过几十年 你回过头来看那些所有打压武统派 打压咱们的这些人 都会成为历史上的小丑 都会扔进历史垃圾堆 所有这些人 现在别看到身居高位 被美国人收买 最后欧亚大陆是一定会崛起的 你再看这些人的历史 再给那些人历史专门编一本书抖了出来 以后可以编进国家教材 好好看看这帮人的历史 这中国古代不就有吗 专门有说什么正面人物的 也有说那些反面人物的 都把他们编进历史 让后代 让咱们中国的后人好好评判一下 这些人 在中国崛起的道路上 谁当了小丑 谁成为人家的工序 都不是傻子 这个年代 中国人 五四的时候就已经觉醒了 哪个中国老百姓是傻子 我今天就说点实话 哪个中国老百姓 从五四那个时代就没有傻子 所有中国的年轻人都在关心国家 被美国收买了 那背后不是傻 就是利益集团 所以我一直在讲 看我节目的观众 你们是有爱国心的 不会被轻易收吗 站在历史大势里边 最可恨的就是那帮掌握着权力的小丑 还在台上跳舞 丑态白出 我告诉你 这帮人不得好死 一定会被碎尸万则 你看着 有一天 他们一定会被抓进去 一定会被历史审判 中央情报局的局长伯恩斯 实际上公开表示 在中国的情报网络取得进展 所以也说明 伯恩斯并不避讳 中情局非常自信 所以中国方面 为了打压中情局嚣张的气焰 所以也公布了中央情报局在华网络 两起案件 我觉得也是给美国两记警告 大家知道中国现在快速的崛起 很快就会超过美国 所以最近十年 是美国最关注中国的时期 所以美国更多的把注意力放在中国身上 所以最大的威胁 美国也认为就是中国 也是中国是唯一能挑战美国霸权的国家 所以未来大家会看到更多 美国对中国的这种情报 对中国的这种渗透 所以这种中央情报局在中国间谍网络案件 我觉得未来会有更多 那么咱们中国呢 我觉得一定要做好准备 在国内积极的宣传 另外在国际上 也要对美国发出警告 现在美国呢 实际上呢 对中国啊 除了这种间谍情报网络的渗透 还有一种 还有一种 就是利用中国国内的一些公知 利用中国国内的一些代言人 那这种是软 软实力洗脑 就给你讲一些美国的好 但我觉得这一点是最容易给中国年轻人洗脑的 但是我觉得现在咱们中国年轻人也走过世界 在整个世界上咱们中国人也不是没有见识 对吧 你美国这些东西 美国这些好啊 坏啊 咱们中国人都见识过 所以我觉得中国人对美国啊 这种意识形态的洗脑 对美国这种啊 对中国的渗透 我觉得中国年轻人有免疫力 反而是那些上了岁数啊 有一定权利的 他们反而呢 我觉得对美国很多东西啊 更容易被相信 因为他们年轻时代 那种世界观形成了 你他上了岁数以后呢 再见到美国 他还会回到年轻时候 那个时候对美国人的看法 所以那些人我觉得是最危险的 反而中国年轻人被美国渗透 被美国习讨 概率更低 这就我要提习醒的 在中国现在最重要的是那些 到了岁数掌握权力的这帮人 他们掌握着真正的 中国的一些机密信息 要对这些人格外的关注 这是我想说的 我觉得看我节目的所有的年轻人 咱们中国的那些年轻人 不会被轻易的洗脑 也不会被美国这么轻易的收买 现在这一代年轻人 是非常了不起的 这一代年轻人 看见了整个世界的趋势 不像过去那批人 他们年轻时候 正好是美国最猖狂的时候 所以他们脑子里 认为美国就是全世界第一 你好好看高晓松 高晓松从生下来 就认为洋人比中国人强 暴死他要变成美国人爸爸 那孩子不就移民美国了吗 所以像这种人 像高晓松 你像中国那些真正的 有话语权那些人 他们反而是最危险的 资产不都转移到美国去了吗 反而你看现在中国一些年轻人 不去美国 回国 人家反而愿意回国 这就是我说中国年轻人了不起 中国年轻人有五四的机 中国人从五四的时候 中国的年轻人 我觉得又扛起了国家的重任 我觉得中国年轻人是最了不起 大家知道我是支持欧亚大陆联合 欧亚大陆崛起的 欧亚大陆要崛起呢 首先呢 年轻人啊 年轻人一定要责任感 一定要承担起历史的责任 中国年轻人 我觉得这一代中国年轻人非常了不起 见过世面 真正的了解国际 了解世界 肩负起责任 为欧亚大陆的崛起 为中国重新回到人类文明中心 中国的年轻人 一定要承担更大的历史责任